就算你没看过这部作品 这也依旧是值得尝试的一款玩具 今日分享《变形金刚传世联合》系列 第级别 凌巴动画 大黄蜂 《传世联合》系列的包装规格 在上期节目就已经介绍过 那么这期节目的包装部分 就简单一带而过 而作为人气角色 凌巴动画 大黄蜂在海报上 也肯定会有一席之地 人形方面和青天柱一样 同样在身形上做了风格化处理 整体身形会更接近基因动画的感觉 而头雕部分 这个俏皮的微笑 依旧是凌巴动画的味道 前胸的透明车窗和标志印刷 依旧很漂亮 手臂上轮胎的涂装也很有质感 而且背包部分的折叠也并不算臃肿 双腿和脚部的处理 也同样相对匀称 最难得的是 全身各个角度看上去都很精致 没有任何镂空 这种扎实的整体感 在如今的低级别产品中非常少见 身高方面只有10公分左右 放在同系列青天柱边上 显得非常小巧精致 而这么小的尺寸 重量也超过50克 用料已经算是超标 可动方面 转头相对受限只有45度左右 抬头的幅度相当惊人 但低头只有一点点 手臂的平举会受到肩膀形状的限制 但如果把根部关节向下拉平 平举也能有90度 但是由于肩部结构特殊 只有90度左右的转动空间 即便上臂多了一段关节 也同样不能垂直上举 把两个关节都用上 向后摆动倒是接近90度 手臂的平转关节坐在了肘部上方 能够一周 肘部弯曲能微微超过90度 少见的是 作为D级别产品 拳头平转居然也有 腰部平转一周 没有任何干涉 很轻松 腿部前踢接近90度 后摆的成绩也差不多 双腿侧皮也能完美抬平 大腿根部平转 虽然不能一周 但也足足够用 西部弯曲更是能远超90度 脚掌的前后摆动幅度有限 但其实脚掌接地并不只有这一点 如果利用韧性 必让开后脚跟 脚掌接地的幅度其实也不小 而且由于变形结构 脚跟部分可以下翻 在某些姿势可以提供支撑 虽然因为结构问题 部分关节会稍微受限 但这款的可动 依旧成得上优秀 最令我惊讶的是 这款全身几乎没有球形关节 多数都是毛钉关节 这也使得这款的手感暴增 非常的舒服扎实 拥有着比很多地级别 都高出一档的优秀手感 配件部分 有两把半透明智感的枪 就这样直接拿在手中 也不是不行 但主要是 还有被分成两半的枪头配件 通过三毫米插栓连接在枪口 这样两把武器的造型 才会比较完整 双枪也可以直接插接在背包上 就又是一个喷射背包的即适感 两片枪头的配件 可以对其形状插接在一起 掀开小臂外侧盖板 将拳头翻折入内收纳 再将盖板重新盖回 将手腕露出的连接位 在胸前对成一个平面 再将合成一片的双手炮 对其插接上去 这个双手合并的发射姿势 也是真心有点帅 这系列武器喜欢用透明件的传统 有时候确实出彩 那么人形态介绍完毕 我们开始变形 首先还是掀开小臂外侧盖板 将拳头部分翻折入内收纳 再将小臂部分向内旋转90度 上翻松开前胸盖板的插栓 再将前胸盖板前拉的同时 将双关节后翻 直到对其车顶形状 双脚将脚跟部分内翻180度收起 再松开小腿前方盖板向外翻出 将膝部的黑色零件翻折入内收纳 脚掌部分上翻直到收入小腿 再将小腿外侧零件旋转180度 对其形状 盖板部分内翻盖平插接 双腿变形相同后 对其插接中央的两处插栓 再将腰部旋转180度 前翻松开腹部内侧的插栓 沿着腹部关节将双腿整体上翻竖起 直到能对其前车窗的定位 将小臂下翻对其挡椅板的弧度 再将手臂根部双关节后搓 直到盖平 再将两侧沿根部向前旋转 利用一点韧性将车门前方的突起 卡入内侧定位 再将背包外层松开插栓翻起 再松开这一整条直到翻折到车尾 先将尾部塞进两轮之间 再将这一条盖平卡住 这样车尾两侧的插栓就很容易定位插紧 和擎天柱类似 这款已是车形态的造型会更接近原作 而且车身的结构相当的紧致扎实 车头的分色不多 但都能起到提亮的效果 透明的车窗和银色的轮胎则负责提升质感 车顶的条纹和景灯也处理得很不错 整个车型也只有车尾部分会有些偏速 车形态和擎天柱放在一起 同样是非常小巧 推车滚动部分已经顺得不能再顺 5G的搭载可以钻头朝前插接在车身两侧 就是一个轻障开路的造型 而如果钻头朝后插接在车顶两侧 就又像是一个涡轮喷射的造型 如果你有5毫米的通用特效件 也可以连接在车尾 感觉喷射飞车的效果也相当来感 总的来说 从任何角度看 这款大黄蜂在地级别产品中 都是上乘的表现 就算你没看过08动画原作 单论这款玩具本身 也是非常不错的把玩精品 尤其是小小又紧实的结构 绝对是口袋玩家的首选 最后视频制作不易 我也需要升级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谢谢各位